直覺測驗一下吧 是的 直覺測驗一下 聽直覺 朋友的感情穩定 已經穩定到去見對方長輩了 還不錯 最近好消息頻頻 直覺對方長輩是怎樣的長輩呢 他回來一定會跟你說 1.恨務實 就是那種 會上下打量你 有點看你屁股大不大 或者是問到你家 家裡做什麼的 薪水多少錢 這一種感覺甚至有一點視力 所以他有點不似乎 2.女強人掌控型的媽媽 這個見到的長輩是屬於那種 在外面也是呼風喚雨 看起來也不是說在家裡 會跟你過不去的那一種 但是超厲害 超犀利 說不定這個媽媽是屬於 一出手也可以幫你買房子 對 然後 好 這個老公看起來就 你就開始懷疑他是不是媽寶 好 3. 這個長輩是美式作風 處得像朋友 就是還好吧 好啦 那就這樣子 你們兩個反正處都來 處都來 處都來就算了 我先走了 我去打高爾夫之類的 就是這一種比較平常心的爸媽 是慈祥和蔼的爸爸 來的是個爸爸 怎麼看就很開心這樣 還好嘛 不錯... 這個小子不錯 或者是這個女孩不錯 是這一種型的 所以他感覺很舒服 來 請問你的朋友 遇到了怎樣的長輩呢 請直覺 對 朋友感情穩定 去見對方家長了 會是如何呢 請直覺多達 選好靜唐老師的公佈答案 來 這樣感覺很不OK 看著你們在雲雲眾生這樣很辛苦 我們測的是在別人眼中 你擇偶條件 挑戰嘛 好緊張 好 那我先揭曉沒有人選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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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選 但是可能觀眾朋友有選 就是好像八點檔演的 勢力演的那個長輩 好 如果你選到這一項 你挑剔嗎 你很不挑 所以要小心 好不好 好險 好險 我們這裡都有挑的 好險 怎麼這麼這樣子 搞不好現在觀眾在那邊 錯氣 哀傷人 沒有 不用錯氣 好不好 沒有挑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覺得 感覺跟緣分才是最重要的 尤到要去迎接他 對 來看看選是 選項多愛的爸爸 最多人選的這一項 對 第四項 我也好緊張 我也很緊張 那麼 你的擇偶條件挑剔嗎 其實 不錯 開始挑了 開始挑了 還不錯 還不錯 來 我們的故事都講 因為很害怕再度受傷 所以你會對另外一半 開始有點嚴格 而且說不定會有過分 嚴格的一個狀況 真的會 我覺得會 會開始問東問西 會害怕 就是要下決定之前 一定會有很多的琢磨 可是我一旦如果決定 要交往的時候 我就會採取信任了 因為我也想要過自己的人生 當時還輕鬆 在信任之前 之前你先把存折拿起來看一下 問一下你父母還健在嗎 身體好不好 我看看我這個存折 然後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跟他交往 有必要嗎 拿這個去跟他躲 還在猶豫的時候 他的存折也拿出來 可以 兩個對一下 真的 一體來鬥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Emma 挑不挑 大家覺得 我就她挑 我結束 可是我現在很射手 我現在非常熱 她是說在那邊 來看一下 如果選到跟Emma一樣 就是美式作風 那麼你的挑剔指數 並不挑好嗎 謝謝 真的還好 所以大家都被Emma的外表騙了 我真的很好相處 曾經被蛇咬 所以她會避開那一根草叢 可是其他 她還是懷抱希望的 跟我們一樣選二的 每看太久應該金美姐 好 所有條件怎麼樣 怎麼樣呢 現在海豚有聰明一點了 好 太久了 太久了 開始挑 恭喜新美姐 太挑了 這會不會太挑了 這一題應該請美鳳姐來做一下 真的 好啦 女孩眼光要高 先要求才不會後悔 所以前面還是要先要求一下 才行 而且懂得愛自己了 對 而且我還有個刺青在 還是我每次失聯都會做一些 意境來讓自己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對 我還有一個刺青 就是自己畫的 所以刺在耳朵後面 那妳不能談太多次戀愛 要不要畫紙 對 等一下下自己出來就爆發 沒有 我就太前見了 第一次初戀分手是穿一個鍍環 對 就是有個 有個記憶 可是妳在如果新的男朋友問妳 妳講這樣他會不會吃醋 就是 我覺得他如果愛妳 妳就要包容妳之前的一切 我要覺得 對啊 現在就是 我真的教妳 我一定會覺得 有個 iPad 對 假如婦 我會不會去 我會不會去 妳 我會不會去 然後